来来回回几次,孟美琪无轩一,还是回归了火箭少女,从在宇宙少女相边到一位出道道退出再到回归,孟美琪这个C位当得实在有些坎坷正好前几天, 韩版创造101第一季的C位全招迷也宣布和经济公司正式解决,两相一对比,全招迷的出道之路更让人感慨20号JYP公司突然在官网发布公告,趁与一人全招迷经过商议后决定解除专属合约而前一天,全招迷很久没更新的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最黑暗的夜晚才会产生最耀眼的星星,你们是我的全部, 被不少人猜测是暗示在JYP公司,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很多全招迷的粉丝也纷纷留言,趁JYP白白浪费了自家偶像两年时间和热度全招迷,参加produce101师,是当之无愧的最强C位, 从第一期开始就备受关注加拿到韩国混血了,颜值很高,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参与编舞创意的本本舞台,成为101系列的经典表演舞蹈好,风格也多样,可爱性感爆气随意切换,而且随着节目播出,活泼坚强,小小年纪却在照顾别人的性格也兴奋无数综合实力突出, 一路成绩都很好,五次第一,最低也是第四名最终顺位时更是已超过第二名30多万票的成绩C位出到成绩公布后,相比粉丝的喜悦,老本和全招迷,自己又多了一份苦尽甘来的心酸,因为在produce101,之前,全招迷已经在一次生存节目中,失败过韩国的练习生制度培养了很多实力超强的偶像, 但储备量大也意味着从练习生到出道是一场残酷非凡的试炼,很多经纪公司都会通过自家的生存选秀节目,从练习生中选出出道之人全招迷在JYP的生存选秀节目Zextreme中人气很高,出道的期待越积越高,但却在最后一期被淘汰,JYP老板普正宁后来解释说,觉得当时全招迷还不够成熟,舞蹈也有些不足节目后, 淘汰选手一个个离开公司,但全招迷成为为了留在JYP的,为了不再听到舞蹈不足的话一直努力练习,所以才有后来站在produce101舞台上舞蹈实力非常棒的全招迷而说可惜, 还因为JYP最终出道的女团就是Twice的YP在韩国一出道变大获成功,成为当年最大事的新女团,也就是说当时全招迷离出道大获只有小小一步所以,从produce101C位出道时,出道后的三大音源节目获得周榜一位时, 在八大音源宝获得实施,日报和周榜全部一位,达成perfect IQ时,成为韩国盖洛普2016爱豆喜好度排名第15位时, 全招迷应该是觉得终于出头,前途一片光明的尤其是命运般的从Twice手中接过新人讲时, 好像是所有辛苦最终都得来了魂,报,接下来就是一条闪闪发光的花路所以外, 哦,而限定团结束时,虽然有不舍,但对未来是没有怀疑的, 本次也都期待着全招迷荣要再出发,但随着同团的成员们回归自己原来的女团, solo出道,演员活动,也没有入选了,哦,而的选手都各自出道, 高期待的全招迷却一直在综艺,广告中露脸,而在韩国, 没有follow没有女团,没有自己的音乐作品,即使有公开活动, 也是相当于还没有正式出道的本以为是一片辉煌的路, 除了无止境的等待公司安排,还等来了更伤心的两次限定组合参加综艺姐姐们的flam dunk时, 为了完成敏笑领的女团梦,和演艺圈前辈们组成综艺, 限定组合恩免活动,参加综艺偶像电视剧工作团时,成为电视剧只走花路, 中出现的临时女团成人出演了两次淘汰式节目, 参加了三个限定组合恩免结束活动时, 全招迷哭着说,很遗憾为什么我,每次都是这样短暂的, 这也是一直表现乐观的她为数不多, 几次在节目里,展示自己的脆弱全招迷是想做音乐的, 虽然没有歌手出道, 但I-O-I结束的这一年多, 也与其他歌手出了两首合作曲出合作曲的同公司前辈2PM成员June, K还曾为她抱不平,公司也没有将更好的机会给SonySony, 也很苦恼,个人认为公司应该让她快点正式出道, I-O-I结束后,本私就在猜全招迷会以什么形式出道, 在韩国搜了太难,全招迷也想从女团出道, 所以本私一直在等着JYP的新女团亮相, 但今年5月时,JYP趁包含全招迷在内的女团, 正以今年下半年出道为目标准备着, 到了8月,又变成包含全招迷在内的先人女团最爱2019年1月初的其实, 早就有粉丝料到了这种情况, 因为JYP旗下的女团TWISE正太火, 新女团出的会分散人气, 而新男团Strike It今年3月, 刚出道JYP虽然一直说全招迷还小, 祖心女团并不是男士, 但实际全招迷已经变成了JYP打不出去的好牌, 所以这次解决才能如此和平。 全招迷感恩JYP对自己的知悦热恩和培养之情, 但继续待在JYP很难出道, JYP自己也知道, 面对打不出去的牌, 再好也只能在合适时候选择放手一路曲折, 解决后, 很多粉丝表示心疼妹妹, 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JYP, 还白白想好了两年人气, 但这样一发经历下来, 回头发现, 全招迷2001年出生, 今年才刚18岁, 还年轻未来可期, 经历又铸就了成熟大定, 人气也还在, 在竞争机雷更新换代极快的韩国娱乐圈, 也算还保留着一席之地指示, 当初参加produce101, 是说, 自己最棒的是有再次进行挑战的勇气, 没想到后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重, 新挑战现在又是一次新的开始, 只是不知这次的再次挑战会换来什么结果, 请观看,